觀眾朋友 地震真的無法預測嗎 過年前 農曆過年前 在花蓮的那一場地震 震出了臺灣民眾內心 非常大的擔憂以及恐懼 大家想說 如果可以早一點點知道地震 那麼很多的災難都可以避免 可是就在那個時候 有很多所謂的 用科學的形式說 幾天內一定會地震 但是事後證實說 沒空沒一隻 氣象局一直講說 對不起 到現在沒有任何人 可以用任何的方式 直接講出來 什麼時候 在什麼地方 會發生規模多大的地震 可是難道地震真的完全無跡可循嗎 臺灣的科學家 已經做出了非常重要的研究 在國際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成果 今天有話好說 透過像是P波 S波這中間的時間落差 讓大家爭取到說 不管是幾秒鐘 十幾秒 乃至於幾十秒的這個黃金逃命時間 另外一點 在之前我們談到 富爾摩莎衛星五號 中間有一個叫做魔方 透過魔方去監測 臺灣上空的這個電離層的變化 來知道說是否跟地震 有直接的關聯 而在花蓮大地震的時候 其實在幾天前 花蓮的這個上方 電離層也產生了一些變化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 馬老師的一個團隊 他們研究出來是說 在地震的這個斷層 有一個叫做華儀帶 華儀帶的厚度 以及這些岩薪的破裂的 這些情形 可以推出來說到底他這一次地震 釋放出多大的能量 而透過延新的這些了解 去觀測之後 你可以知道說 他究竟華儀了幾次 每一次的頻率是多久 如果說這一次發生華儀 而他釋放出這個能量 再往前去推 大概是多久一次 或許你就知道 下一次發生大地震 將會多久來臨 今天透過科學的方式 來去探討 台灣許許多多的科學家 經過長年的努力跟累積 現在達到了什麼樣的進展 而目前還有什麼樣的局限 非常感謝 非常榮幸 今天邀請到三位 台灣非常重要的科學家 首先我們來歡迎是 剛剛談到 對於車龍浦斷層的這個 華儀帶做出非常重大成果 貢獻的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的 國家講座教授 馬國鳳 馬老師你好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剛剛談到電離城 臺灣最重要恐怕也是世界最重要的 中央大學太空所的教授 劉振諺 劉老師 大家好 談到P-Po-Expo 當然非他莫屬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林沛洋 林老師 大家好 先來看看 什麼叫做地震斷層的 這個叫做華儀帶 透過華儀帶的研究 真的我們可以做出來中長期的地震預測嗎 2015年底科技部臺灣地震科學研究中心公布了未來30年50年臺灣地震危害潛視圖 地震危害潛視圖是根據上萬筆歷史地震資料 加上活動斷層和運震構造參數算出來的機率 以未來30年來看南臺灣從九窮坑斷層到恆春斷層發生規模大於6.5以上的機率是64% 規模大於7北部是4%中部7%南部13%東部20% 如果以未來50年來看南臺灣會發生規模6.5以上機率提高到82% 規模7以上北部是7%中部12%南部21%東部31% 當初我們公布這個這個地震危害潛視的時候 大家也知道臺灣對於這種危害潛視都比較保守 例如說會怕影響明星大家會緊張啦 或者是說影響房價等等 可是各位不要忘記了日本 美國 他們每年都在公布的 我得出一個危害之後 那我可以根據這個危害去了解說 如果這個地震發生在嘉義 發生在台北 發生在人口區 它的衝擊有多大 除了斷層帶潛視圖 中央大學陳建志教授透過地墊觀測網 蒐集可能發生地震規模5的數字與警訊 地震預測所有的物理量 必須在三個月觀測其中 出現兩個禮拜異常天數 才會宣布會發生規模5以上的地震前兆 相較於網路謠言 不少單位透過科學數據 監測天災發生的可能來降低危害 國內研究地震預警權威 台大地質系教授吳毅民已經成功開發出地震預警系統 利用P坡與S坡的時間差提早發出警告 高鐵就利用這個時間差和地震坡競賽 氣象局在全台有最綿密的地震站 地震發生時利用正央周邊六個側站 就可以算出P坡與S坡的時間差提出預警 但是正央所在地危害最大 卻幾乎沒有時間差發出預警 是目前科技無法突破的難關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就在我們攝影棚也有一臺 這樣子一個偵測P坡跟S坡的機器 等一下要多請教一下林老師 這一套機器可以為我們爭取到多長的逃命時間 不過先請教馬老師 這個是米倫斷層 就是在過年前那場地震之前 很少人知道米倫斷層 那當然地質學者大概都知道 可是民間大概都知道 哲隆浦或是其他的這些斷層 米倫斷層 但是從七星潭一直到南濱公園 縮實在很短 對 那經過的地方大概也都不高 這是米倫斷層 可是米倫斷層在兩三年前 您早就知道說 他在未來很有可能會發生大地震 我們再來看看馬國鳳以及他的團隊 怎麼樣看米倫斷層 這個是剛剛那個位置我們剛介紹的 總長度也不過是七公里 地震紀錄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資訊 在六七十年前一九五一年的時候呢 五點三十四分 十一點二十九分 還有下午一點四十三分 分別發生了瑞士規模七點三 七點一七點一 一天之內發生了三次瑞士規模超過七以上的這個大地震 才造成米倫斷層地表破裂 那類型的是臺灣東部現有八條活動斷層 那這個地調所是說這是第一類的活動斷層 在兩三年前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馬國鳳老師呢 他在做這個所謂的臺灣地震模型的時候呢 就說米倫斷層在五十年內發生規模六點四的地震 機率達成四成 是 請教黃老師您在兩年前如何掌握米倫斷層 可能會大地震 其實真正做米倫斷層的研究還是地質學家 事實上是臺大地質系的徐浩德教授 所以剛剛講的臺灣地震模型事實上就剛剛提到 米倫斷層其實在一九五一年破過 但是當地的民眾反而不知道那邊在五十年前 或六十年前曾經發生這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大概在五年前開始跟科技部提這個 臺灣地震模型的計畫 就是希望把地質學家的所有相關的證據 做個整合 那地質學家瞭解地震發生的特質 跟他發生的時候他可能的破壞性 做一個整個完整的把臺灣的相關地震的譴視 全部公開出來 讓民眾可以知道 所以這大概是兩年前公佈這樣子的訊息出來 那當然是希望後續可以有更多的防災的準備 您的依據是什麼 那個沙利的科學依據 以米倫斷層來講 與徐浩德老師他們所講的是 他們到野外去做地形的變化 會看到說米倫那邊是一個抬地 所以是米倫抬地 他不會自己莫名其妙地抬上來 是 他一定有一個背景的因素 讓他往上抬升 那所以剛剛講 在路上只有七公里 但是事實上他可能是沿到海外 所以一九五一年的地震 其實好幾顆是從海外的地震 再破過來 是 那就是兩個禮拜之前的花蓮地震也是一樣 他正央本來是在外海 但是在外海大概十公里以外的地方 然後往南破 只是米倫斷層的地表部分 剛好在花蓮市 然後在斷層旁邊又剛好幾棟大樓 所以造成了災害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我們一直在做 如果剛提到我們得到這個顯示圖 最主要就是要給國家政府再講說 你知道斷層在哪裡 那大樓事實上對靠近斷層的時候 是更敏感的 所以我們大家也很懊惱 統帥斷層就在他旁邊 那個雲門催堤也是一樣 但是他還是蓋了 所以你剛提到民眾不知道 可是我們知道 因為一九五一年有動過 所以我們的工作 現在就是如何把我們這些知道的科學訊息 公開讓大家可以熟悉了解 你所在的土地曾經發生什麼事 這邊有三個重要資訊 對應該是四個了 一個是說兩年前您就已經預測了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三個重要資訊是說 五十年類規模六點四以上 機率四十趴 對這三個數據要如何推出來 是這當然有很多科學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六十年前 以前在一九五一年發生過 但是他一九五一年的過去六十年 應該是說一八九零年也曾經發生過 但是他不見得都這麼的六十年六十年 那麼的準時 因為他可能會有一次是八十年後 有一次是七十年後 所以我們變成用機率的方式來表現 OK 所以用機率的話 你就會有個時間 然後還有說他的規模大小的機率 因為一九五一年是規模七 那現在這一次是規模六點四 所以這是科學很多的計算 把地震發生的次數跟時間的關係 因為一般來講 發生規模十個規模六的地震 大概是相當一個規模七的地震 所以越大規模地震 發生的時間就越久才會發生一次 那個言下之意是說 今天這個地層發生了一個地震 然後您去做探勘去做研究 你會發現說某種情形 他可能會有一個週期 會有一個規律 是七點五五十年 那或許下一次也許是六 也許是八 那也許是四十五年 也許是六十年 但是那個規律很可能在 可是一個斷層 他會一而再 再而三的有規律的發生地震 是的沒有錯 完全正確的解釋 我們來看看 這就是為什麼馬國鳳馬老師 在全世界地震研究 就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馬老師呢 算是全世界第一個 去實際成功觀測到斷層 後華儀帶的厚度 兩千零四年的時候呢 他在就國際間非常非常重要的 Nature雜誌呢 發表說台灣 赤隆普斷層深井探磚計畫的成果 發現說地震之後呢 這個斷層呢 會有所謂的地心 或是岩心的這些華儀 華儀多厚 是 這些石頭怎麼破 怎麼碎 他還是除了說第一次去探勘 這個華儀的厚度 還有最最關鍵的 華儀他發生的釋放了多少能量 如果他現在釋放這麼大的能量 依照在以前的觀測 你很可能在一定的週期下 他會釋放類似相同的能量 也就是說這個發現呢 會讓我們知道說 在斷層這個地方呢 多久會釋放多大 造成多大規模的地震 這個都有科學證據 然後呢 赤隆普斷層呢 從這些探勘的研心發現說 十二公分的華儀帶呢 至少華過三十三次 那三十三次推估下一次 那多久呢 很可能是四百年後 但也很可能是說前後幾年 那會不會說 如果這個數據給大家之後 大家說反正還有四百年 我們就不用怕 確實沒錯 如果你看我們的顯示圖 特朗普斷層現在機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他因為他下次可能是三百年後 是 但是彰化斷層 因為他旁邊還有另外一個彰化斷層 或是右邊有另外一個雙中斷層 那因為地震的發生是這樣 你這個斷層洞 不是代表別的地方不會搖 就像我們在臺北 花蓮地震發生 我還是搖 對嗎 對 所以我們意思說這個斷層 在未來的五十年 像我們剛才講 未來五十年的機率 特朗普斷層現在就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我們算說他的週期是三百年 是 那像米倫斷層 他大概是七十年的週期 他這次就算是破了之後 因為他未來可能七十年會再發生一次 是 所以他未來五十年的機率 可能還是比那個特朗普斷層還要高 因為特朗普斷層是三百年一次 是 米倫斷層大概是七十年 所以這次剛才也是科學家不同的數據 去做一個演算跟理解 所以真正在看潛事的時候 因為剛剛有提到P4S4等等之類 我們還要做的工作事實上 不是只是斷層的潛事 而是搖晃的程度 因為例如說前兩個禮拜的地震 在花蓮外海 但是臺北有搖到 所以我們真正要擔心的是 不同斷層他如果動的時候 在每個區域你大概搖晃的狀況是什麼樣子 那這是另外一個所謂的震動的機率 那這部分當然是在工程上面 或者是防災裡面 非常重要的數據參考 OK 這個就是非常非常關鍵 你透過斷層的這個滑移帶的厚度 以及釋放的能量的觀測 我們就可以成功去 不是 很高機率去推下一次 可能那個週期 我用一個比喻 不知道這樣合不合適 他說好像我們以前不知道這棵樹 多大 多久 活了多幾年了 可是後來發現 你用他的年輪 是 你就知道說 因為秋天跟冬天跟春天夏天 他生長的速度不一樣 你看他年輪你就知道說 他活了幾歲 是 同樣道理 你去到地心 或者是說稍微深層一點的 這些斷層裡面 你去看他滑移了幾次 是 多久滑一次 滑一次釋放多大的能量 你就可以推估下一次大概是什麼時候 另外呢 馬老師呢 也是全世界第一個發現說 地下水水壓是會導致地震的 或許不是那麼大 是微型的地震 但是呢 這也是全世界 除了說地殼的變動 或是現有的這些地震的原因之外 原來地下水也會導致地震 這個也是他在觀察 車龍浦的時候呢 發現說奇怪 有一些小地震 好像P波沒有S波 一般的科學家 不會在意這麼小的事情 大概 或許這跟性別也有關係 女性就會發現最微小 但是非常非常關鍵的這些發現 結果發現了 叫地下水 可以導致微小的地震 因此馬老師把它命名為 均向地震 這個是馬老師在全世界地震研究的 非常重要的貢獻 那回到台灣 也因為這樣子研究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不管是所謂的五十年內 六條斷層 可能會發生 規模六以上 不管是南宜蘭的構造 米倫斷層 鹿野 木基寮 中洲構造 或是厚甲里等等的 我們也可以知道 規模在六以上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張 下一張呢 我們來看看 規模六點五以上的這些地震 不管是彰化 九瓊坑 木基寮 中洲 中央山脈 花冬 中骨 他的機率呢 都可以透過科學的方式出現 但 我請教馬老師 是 我們跟大家講說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 規模六 規模六點五的機率是二十趴 五十趴 六十趴 這個意義是什麼 是 這事實上就回到 你剛剛一開始在講地震預測 或是講所謂的長期地震預測 我們通常這部分是叫做長期的地震預測 三十年五十年 這主要的目的是 在做防災教育 跟做風險管理 是 因為就像我們現在 大家新聞開始在講 因為花蓮地震的關係 開始要有所謂的都更 或是耐震補強 但是你要從哪裡開始呢 所以這些數據 他事實上是給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 例如說西南地區 他本來規模六點四以上的地震 機率大概百分之六十以上 那所以很多耐震補強 南部地區的民眾 是不是應該要更注意這件事情 是 這事實上就是一個 有點像是indicator 就是一個指標 讓一般民眾知道說 你所在的位置 他本來的風險是高還是低 那你用正面的方式去對待這個數據 所以回到剛剛一開始的主題 提到說美國日本 事實上就是整個國家 每年或是每三年 就會有一張這樣的圖 但這個圖 除了剛剛講的防災之外 還有所謂的國土規劃 甚至相關的一些 一些大的重要的建築物 他如何去參考這些數據 所以一般民眾有時候覺得說 你想要知道是明天會不會地震 或下禮拜會不會地震 但是我必須說 我必須說 這個比那個還重要 是的 因為就算你明天知道有地震 你又能怎樣呢 是 我常常講說 如果你今天地震預測是預測明天 搞不好地震還沒來 你的災害比地震來還要嚴重 那個恐慌就出現了 是的 因為股票一定大跌 大家一定在路上非常的恐慌 是 一個地震規模六點五七 臺灣有經驗 他的災害跟方式 事實上透過這樣子的準備 他可以讓他降低 可是你預測一個禮拜好了 假設一個禮拜 你可以想像到一個禮拜 是怎麼過日子嗎 所以我常常覺得這個這工作 事實上比地震預測還要重要 當然地震預測是科學的問題 是 他的科學問題 當然有挑戰的空間 是 但是跟預測出來的科學問題 把它變成一個預報的方式去做發布 這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兩天前才請營建署來談 是 因為賴清德賴院長 他打算四年花六十億 對全臺灣所有六層樓以上的建物 去做安全的快篩 如果再加上馬老師 這個地震發生的機率 在斷層帶的這個研究成果 你就更應該在這種機率 比較高的斷層帶上的所有建物 你要花更多的資源去做快篩 去做補強 去做重建 是 這個才是真正的減災之道 這是一個長期 我們今天非常有趣 一個是馬老師的長期 一個是林老師的最短的幾秒鐘內跟你講 接下來要地震了 還有一個是中期的 這個其實恐怕大家最有興趣 三到五天前 我們是不是就能夠掌握地震 這個叫做電離層 然後我們物體呢 譬如說水 他這固體是冰 然後溫度一高變成水 溫度再高變成水蒸氣 氣體溫度再高變成什麼呢 變成電漿 也就是電離層 上次我們在談福衛五號的時候 劉振業老師也來幫我們上過這樣子的課 很重要是說 如果大地震發生之前 有很高的比例 正央上方的電離層 會突然變得很稀薄 因此我們可以去猜說 如果這個地方的電離層突然很稀薄 某種機率 可能就是要發生大地震 我們再來看看電離層研究 如果套到這一次花蓮地震 浮衛五號其實也測到了 真的花蓮上方的電離層變稀薄了 可是呢 包括氣象局 包括劉振業 劉老師他自己都不太敢說 在之前公布這個數據 因為電離層 現在要來預測地震 恐怕還有一段路要走 我們來看看電離層 能否成功地預測地震 臺灣島地底深數 每年有八顆原子彈的能量 需要釋放 地震讓人措手不及 有錢照嗎 去年十一月十二號 伊拉克與伊朗邊境北邊 發生瑞士七點三的大地震 浮衛五號籌載的科學儀器太空魔方 先進電離層探測儀 接收到相當高準確度的離子濃度資料 數據顯示 地震發生前有前兆 我們在它的地震前面的七天到九天 我也發現 它就是獨獨就在它的那個正 那央的上空 持續出現了三天 這個東西 事實上它本身就是一個很突破性的發展 劉振燕教授的研究顯示 規模五以上的地震 在發生前至少超過七成 鎮央上空的電離層都曾突然變稀薄 規模六以上的強烈地震更高達九成 在震前出現電離層異常擾動 九二一大地震 四川大地震 神戶大地震前 電離層濃度異常都有驗震 不過氣象局說 光靠電離層變化不足以預測地震 只能說是臨震預測 我們發現電離層有變化 那我們來推 我們往後推 真正有地震五日內 我們一般是五天內 有地震發生 它的機率只有百分之十二 但是我們如果有地震發生 往前推電離層的變化 可以到達百分之八十二 電離層變化的次數顯然比地震 在五日內的地震發生要多非常多 那我們做地震預測 那我當然是要往後看 而不是往前看 氣象局表示 地震預測非常困難 各國都處於研究階段 預測方法包括監測地殼形變 電離層濃度 地下水冬氣變化 高地平地磁場變化 試圖進行地震前兆叛讀 但都未能成功預測時間 地點與規模 目前仍然無法提供地震預測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劉老師我想到一個比喻 下雨地上會濕 但是地上濕不見得是下雨 地上濕可能有人潑水 有人剛好在洗車 有人可能做了些事情 所以你看到地上濕不見得是剛剛下了雨 可是下了雨很可能地上會濕 也很可能地上沒濕 因為如果有很多人把這個地遮住的話 電離層預測地震會不會就跟地上濕 地上濕跟下雨之間的因果一樣 基本上主持人的比喻是相當的合適 也就是這也就是為什麼 在地震所謂的叫做預測 其實我們都不敢用預測這個事 我們講做前兆 也就是會比較合適 所以您提的問題是對的 但我們還是希望說有一個突破 也就是說如果我看到地上濕 我查了一下也沒有人洗車 也附近呢 荒涼得很 不可能有人故意去潑水 排除所有原因 我就可以說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就是因為下雨 我如果排除到電離層突然會變稀薄 不管是太陽的變化也好 不管是打雷也好 不管是所謂的所謂的什麼樣的輻射也好 我排除掉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說接下來就要地震 其實在這個地方還是有些困難 因為電離層的變化非常的複雜 因為它是所謂的電漿體 它對這個所有的包括風啊 就電離層的所謂叫做中性風 包括它的電廠磁場都影響非常大 所以這還是不能這樣下定論 但是但是就是我要說明的就是 因為我們的現在的科技的發展 它已經不是在用所謂的單一個點的地方 也就是說我這邊是電話是這樣子 如果別地方都沒有只有在我們台灣的這個地方 或是在某個地方 那我們的所謂的就是說 異常存在在某個地方 就是要空間前照一起出來 是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福衛五號有這個優勢 它是做全球觀測 如果別地方都沒有 而只獨獨在這段 我們可以說它的機會比較高了 那這個時候你才有一些就是說 比較充分的像對比 那不能像一般的講說我看到了 然後我會排除 你再怎麼排電力層的變化非常的複雜 是 所以我們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一個要多重手段 比方剛剛我們在前面有看到陳建制老師的 那電力層之所以會變化 它一定要它的源頭 這個源頭一定來自地上 所以當陳建制老師的這個所謂地墊的異常 它出現異常了 然後我們同樣也在天上也看到 而且全球都沒有 這時候我們才會講說但是這種情形 速度上和量測上和分析資料上面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不過因為關鍵是說你可以在三四天前 就看到這個數據 那如果說你在做多方的比對 不管是地墊或其他的部分 你可以掌握說或是告訴大家 這個訊息的意義嗎 譬如說我們回到花蓮地震好了 在花蓮地震我們來看看 電力層主要是所謂的這個 那個很重要或是很難懂的 我們就不用看電漿怎麼形成的 什麼什麼的 重點是在於說劉老師的研究說 規模六以上的地震九層六以上 這就是我們最擔心的這種地震九層 在發生前五天內就是五天前 電離層會顯著的降低 那特別是在二月三號過了三天 就是花蓮大地震 浮衛五號就已經觀測到台灣上空的 這個電離層濃度異常下降 在二月三號浮衛看到了什麼 能講的跟我們講 不能講的就算了這樣 其實有沒有什麼不可以講 因為那時候 確實我們也做了全球的比對 我們在全球比對的時候 在別地方不是獨獨在台灣 有它的所謂電子或是離子濃度的減少 別地方還有兩處是有 所以我們當時沒有提高警覺 也沒有特別地去觀照 所以剛剛講做科學的東西 你一定是再三地去 所以二月三號你看到台灣電離層顯著下降 可是也看到其他地方也顯著下降 有 還有兩個地方 也是亞洲嗎 不是 是在其他國家的地方 那國家在三天後有地震嗎 沒有去追溯 那因為這個東西 剛剛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非常新的 人造型剛上去 我們也就開始去做這個動作 那其實還有另外的方法 要同時全球去比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全電子含量 還有其他的這些相關的比對 在這個地震上面 因為他在第一關的時候沒有通過 所以我是比較傾向於保守 因為做科學的問題一定是要到處都通過的科學的檢定 我們現在知道電離層濃度降低 除了地震之外的最主要原因會有 遲暴 就是太陽風暴 這些東西是可以 可以去從其他手段去觀察的 遲暴是一個頻繁發生的 也不是那麼頻繁 但是它的是全球的效應 所以剛剛講 因為台灣上空發生了 然後其他另外兩個地方也發生了 那我們也不能排除它是有微小的遲暴 因為那天我們確實有去看過遲暴指數 它確實有些擾動 所以遲暴干擾了我們其他的相關的作業 是 其實大家知道就是說 有一個叫就排除所有的這個 所謂的就是假的訊號 必須要用空間去做比對 OK 所以這也就是氣象局說 它的有非常多的訊號出現 但是如果你單一點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所謂的誤報 這也是說 是剛剛馬老師也提到就是說 你所誤報還有造成大家的恐慌 它所付出的代價可能不亞於 真正地震發生時候所造成的 所以氣象局經過我們的訪問 氣象局也說 如果說你要說看到電離層急劇的下降 你要去推說接下來會有所謂的大地震 這個成功機率只有百分之十二 十二很高耶 我猜十次總有一次 不是不能猜的 我說十次有一次中 那就可以救很多人的命 但是但是兄弟你猜十次 這十次的九次 可能也造成更多困難 所以我如果錯九次那代價更大 對因為你等於是人來了 說了這個這個不應該的訊息 其實為什麼不用更為保守的方式 能確確能夠掌握以後才說話 有幾個比較有趣的結果 就是純科學的研究 我們也知道越大規模地震 你所產生的前兆的強度越大 這個告訴你這是物理之間是存在的 那我們也知道越大規模地震 你如果用沒有很嚴謹的方法去隨便去報的話 物差更大 也就是說今天我要報一個七或八的 那我跟你講說可能好幾 剛剛馬老師講說你可能幾十年後才發生 那你一天到我們都錯 老百姓你講久了以後這件事情 等於是沒有公信力 那等於說造成老百姓的恐慌 所以這所付出的代價可能不是我們應該有的態度 所以我們目前為止對於所謂的華儀 華儀代的研究 對於電離城的研究 我們就是期待兩位老師更努力 有更大的成果 但是不太可能說直接拿來去做地震的預測 對我就是這樣我也是順便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也是習慣用地震前兆這兩個字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我如何做相關的地震前兆 而讓這個前兆是可以用來做地震預測 這才是科學要做的問題 就是剛剛紐約老師講的 其實我們就包括我自己 我們並沒有放棄地震前兆 或地震預測這方面的工作 只是現在的科學性 還沒有辦法達到那樣子的目的 所以回到沒有辦法達到那個目的的同時 剛剛講的潛勢 防災這個工作比預測還要重要 因為剛剛提到你剛剛講說十分百分之十二 十次成功一次 但是如果九次失敗的時候 它產生的衝擊很大 那就算你一樣剛剛講到說一次成功 可是它規模七還是會來 它災害還是會很大 如果你沒有準備好的話 所以應該是說我覺得在台灣的某個區域 它的一個運震 因為規模七不會隨時發生的 因為它有一個長度 一個大小才會有一個規模七的地震 所以以我們所謂的斷層的長度 或面積的分析來看 我們可以知道說 台灣可能東部地區 它的因為斷層比較長 可以有規模七以上地震 西南部地區 雖然剛剛講機率很高 但是它不會有規模七的地震 因為它斷層都非常的短 所以它大概是規模六點五六點七 所以就類似用這樣子來分析 那如果它動的話 它會搖多久 那如果動的話到臺北的時間會多長 那地震預警的工作是不是有辦法提供這個訊息 例如說 台南那邊如果動的話 台北還是會感受到 它可能有十幾秒的時間 那地震預警就發揮非常重要的工作 換句話說 就連兩位最頂尖的研究地震 或是大氣的學者 也認為二零一八年 沒有任何一個科學家可以聲稱說 它可以成功地說幾年幾月幾日 會在哪裡發生規模多大的地震 科學上目前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這個是重大的訊息 所以接下來有任何一個人挑出來說 六天五天會發生規模 六規模七 那就不要插味了 這個其實製造恐慌 但是有一個非常確定的 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科學家提出任何反駁 就是P波跟S波 P波先來 接下來是S波 越靠近正央的呢 P波跟S波發生的時間越短 可是離正央比較遠的地方 你可能可以在十秒前 二十秒前 兩不起三四十秒前 因為台灣不大 你就可以知道地震要來了 非常感謝林老師搬了這麼重要的機器 林老師你這套機器是要怎麼運用 拜託幫我們解釋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到前面來 這個就是國鎮中心很重要去監測地震發生的時候 這個是我們國鎮中心在這 在最近八年開發的一個限定型的地震運行系統 你可以發現說這邊有那個很精密的地震 地震營的話它可以監測很微小的地震的批波 我們會把地震批波去做偵測了以後 會抓三秒鐘的資料 然後去預估說等一下它的地震是 譬如說是五級的還是六級的還是七級的 那當然是說五級以上的話 我們就會自動請動廣播 提供老師學生要做疏散的準備 如果說我們預估只有二級的話 那不好意思 我就直接收下來看看就好了 所以說我們這個東西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會偵測批波 第二個是說我們可以很快的提供 等一下這個地震等一下會有多大 我們要依據我們預估的值去做警報 我現在其實最近我常常在接到手機簡訊說 那個哪裡發生規模多少的那個地震 我都已經是搖了搖都決定說不要跑了之後 可能一兩分鐘我才收到簡訊 這個簡訊其實幫助不大 你這個多久可以讓我知道有地震 我們這樣講好了 如果在花蓮那個地震的時候 我們在花蓮市總共有設三個學校 大概在花蓮的北邊中邊跟南邊 設三個學校 是那因為北邊跟中邊 大概就是美濃斷層附近 他大概提早2.5秒 在南邊那個大概離三十幾公里 大概提供大概六秒的預警時間 因為他們都離那個正央很近 也就是說這一套系統 可以讓我知道六秒之後 譬如說我是距離正央三十公里 讓我知道六秒之後地震這裡要發生的 應該說你那時候覺得 不覺得有什麼地震 但是六秒後你會發現天遙地動 就只要六秒的時間 就天遙地動 但是因為你離這樣很近 那林老師你幫我們操作一下 這個是兩個嘛 因為你怕說有車子啊 或是有小孩想給車子 跳一下跳一下 對 所以你一個裝在那個深井裡面 一個是裝在樓頂板 對 因為我們以前 我們就直接一個放在井裡面 但是井裡面 我們真的也不是說小朋友的問題 就是那些車大概兩百公尺外開過去 我們還是一樣有那個震動 因為那震動我們要看得很細緻 非常小的震動 譬如說我們稍微這樣走過去的震動 現在都已經超標了 我們平常看到的震動都比這個還小 這樣就改變 就很大了 這樣就很大了 對 所以我們後來才加 可是這樣不會叫嘛 對不對 這樣不會叫 原因是因為我們後來就是做兩顆 兩顆的話 我們第二顆會把它裝在頂樓 裝在頂樓的原因是說 因為房子很重 最重的就是房子 房子好像不知道幾千噸幾萬噸吧 是 那卡車了不起一兩百噸 是 對 那這樣差異 那麽大的時候 卡車的震動 沒辦法撼動頂樓的加速度器 如果地下也搖 房子也搖 那就大家都要搖了 對 那就真的是地震 怎麼告訴大家呢 好 那如果說我們這樣兩顆 我們通常給它踩下去的話 我們這樣兩顆都是同時有警報 它就會知道等一下有地震 然後會 幾乎是同步嘛 對對對 一地震 你透過警訊系統 我們會跟你講 等一下有幾級 等一下有七級的地震 那我們會去做一些連動的控制 然後這時候 包括學校 包括重要的機關 包括如果公司有這一套系統的 通通都知道了 對 我們現在的方式就是 譬如說我在台北市的這個地方 我裝這套系統 但台北市可能有 我們同時有三百間學校 都裝了接收的機器 所以同時這三百間學校 都會做警報 那警報除了聲音以外 我們可以做一些連控 譬如說幫助電梯的連控 瓦斯的連控 是 或說我們可以開一個燈 引導我們去做避難的動作 因為我們不知道 我說我們要躲哪裡嘛 對不對 那如果有些專家 幫我們看好我們這個房子 在哪個空間是比較安全的 是 我們可以在那邊打個燈 如果像是花蓮地震 那大概花蓮時差會很小 對 台北或高雄 大概可以爭取到幾秒 台北大概都超過十五秒以上 十五秒 十五秒以上 高雄應該也超過二十秒以上 而且像如果是在高雄的話 不 十五秒是說 S波抵達的時間嘛 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不代表說 我接到訊息的時間 是十五秒前 因為你中間 還是會有系統的這些 我們目前這些傳輸的話 我們要求都是在兩秒內 警報的廣播都要想起來 所以他的傳輸時間是很短 目前我們碰到傳輸 有問題都是手機 對不對 我們現在手機是 真的是看你的通訊 是哪一個機器台 你是哪個業者 你是哪個型號的手機 因為我們沒有一個 專用的通訊管道嘛 所以他當然手機的通訊的時間 就會差異很大很大 是 但是我們現在就 回座的東西要請教你 也先請您回座 好 趴老師你也是在研究P波 S波 這一套預警系統 就科學上來講 我們現在進展的情形是 對 這當然是非常重要 就是所謂的限定預警系統 因為一般來講 你訂正有一個盲區 因為就剛剛林老師 或主持人有講 你P波來之後 在S波 你再訂出來再傳給大家 事實上會有一個時間的delay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剛好在正央區的話 你大概沒有幾秒鐘的預警時間 那如果是限定預警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剛剛講到兩秒 七秒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 不然一般的話 盲區大概都有十秒時間 是沒有辦法預警的 所以限定預警是蠻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是 不過我再請教林老師 這個也是您提供的手版資料 就是說 像是日本三一一的地震 三一一就剛好快到了 三一一地震呢 其實它是發生在那個外海的地方 可是包括仙台呢 我們在十秒前就可以知道 然後在第二圈呢 包括說宮古啦 或是福島呢 可以到四十五秒 然後呢 到外面這一圈呢 包括像是新洩縣等等的 八十秒就可以得到預警 回到台灣 像是九二一大地震 發生在中部 可是呢這一圈 包括新竹苗栗 然後一直到台南這邊呢 我們十秒前可以知道 再遠一點 像是基隆台北或者是屏東呢 我們可以有四十五秒的時間 這個是現在已經達成了 還是只是目標 OK 我這個圖是主要呈現一個意向 是說 現在這個預警的時間 是日本系統的預警時間 臺灣氣象局的時間 我想議 差異不是很大 但是現在看到的事情是說 大概一百公里 你可以有十秒鐘的預警時間 兩百公里 你有四十五秒的預警時間 但是重災區都在五十公里半境內 五十公里半境內 你可能沒有預警時間 可能連一秒都沒有 但林老師這就是最最最大的關鍵 所以 對不起 所以回到剛剛講 防災比這些一切都還要重要 是的 因為你就在盲區的部分的時候 就剛剛講 回到剛剛講的前示圖 或是斷層前示圖 預警系統是很重要 可以幫忙做 其實例如地震來的時候 有時候第二災害是火災 是 或其他的這種二度災害 是 所以預警系統 除了剛剛講的幾秒鐘 在人的生命之外 其實很重要的是 大家都熟悉的高鐵 或是捷運 甚至現在希望是 瓦斯可以自動停掉 是 所以這方面的應用性質 非常非常的廣 不是只有人命而已 是 那如果回到人命 或建築的問題 那當然就是剛剛的地震前示 你在這個前示圖的時候 你對於所謂的抗震準備 就要做好 所以你剛剛講兩秒 六秒 大家講說那我要怎麼跑 我要跑去哪裡 我們一直在強調 你不要跑 因為應該是所謂的 drop cover hold 就是你要一個安全地方 保護自己 那兩秒跟六秒 是讓你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讓你衝出去 所以一樣的就是 這三個部分都連在一起 就是我們做前示圖 但同樣做預警 預警有區域預警 有限定預警 就是我們做我們最能夠 完成的事情 希望地震來的時候 災害是降低的 包括前照的分析也是一樣 就從不同的層面 來看這個問題 瞭解 瞭解 所以不要說 只關心說 我可不可以一分鐘 一天前知道 我們現在早就知道說 接下來一年兩年十年二十年 哪裡很可能會發生大地震 這時候建築安全 相關的這些減災 全部都要做到 可是林老師還是回到 剛剛那個問題 如果談到預測 很多人就說 那這個最大的一個矛盾是說 災情最嚴重的地方 他得到的訊息呢 恐怕這個時間差是最短 也就是最慢 我們用慢的概念來講 然後呢 越遠的地方 越快得到所謂的地震的預警 可是他的災情也越小 所以越需要的人 那個資料越不重要 怎麼辦 OK 所以這也是我們開發性例型的 預警的一個初衷 我們希望可以提供五十公里 半徑內的一些區域的使用者 一點點的預警時間 我們沒辦法給你二十秒 可能只有五秒 或是十秒 頂多就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希望透過一些方法 自動化的方式 是幫助你快速的進行 減災的避難動作 比如說我協助你 讓你知道在兩秒鐘 很慌亂的時間 你知道去哪裡躲 然後你把自己保護好 我趕快幫你把你的瓦斯關掉 你不用去管那些瓦斯 不用管你的門窗 不用管你的電梯 什麼東西都不用管 你只要管好你自己就好了 是 那這樣子我想兩秒五秒 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也可以減少很多人 對 那當然車子 比如軌道 高鐵 然後火車 捷運 這些他們要做緊急的停車 處置的話 這些也是可以提供他一些關鍵 你這套現在就是跟學校合作 然後跟重要的政府機關合作 還有呢 我們有跟一些廠房合作 就是一些半導體廠 半導體廠 對這個東西 他們也非常高度的興趣 是因為 每一次中小型的地方 我們講不是講大型 大型已經像九二一的話 那就另外一回事 你要不要考慮 來跟公共電視合作 也就是說你當發生六或七 說實在 如果公共電視自動 把所有的那個新聞 節目啊 蓋掉 就是說接下來六級地級 可以跟電視台合作嗎 目前 對公共 公部門 或是非特定人士的話 是以氣象局的 才有他的法定的位置 可以提供這個訊息 但是我們目前已經開始做一個前瞻的計畫 我們是希望是做一個複合式的地震速報 整合氣象局的區域型跟我們的限定型 我們提供一般的付費的使用者來使用 那為什麼是一般付費呢 就是說他特別有他的需求 然後他知道預測是有他的風險 就是他不是完全準確的時候 但是你想要來使用的時候 我們可以使用 那因為付費 所以你的通訊的管道是特別的 所以你如果在時間內拿不到警報 你是可以拿出來客訴我們的 那我就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希望可以解決到一些 你現在手機上 有些是邊緣人的那些問題 我們也希望是透過這個方式 把產業帶起來 可以開發一些不同的地震防災的產業 不過這實在是其實說 我們對科學的一直進展 應該是抱於很大很大的期待 可是不要用所謂的迷信 或者是偽科學的方式 錯誤的期待說 現在我們就可以解決所有預測的問題 回到這一個 一直認為說 這個是潛力無窮 但是障礙重重 我們再來看看 福衛五號 上次我們非常深入的在談說 福衛五號對台灣有什麼意義 福衛三號跟福衛五號呢 都可以去偵測台灣 或是地球上方的這些電離層的這些變化 可是回到零二零六花蓮地震呢 劉老師你們自己的團隊說 時間前照呢 確實在地震發生前 台灣上空的離子呢 濃度就發生異常了 可是呢 並沒有通過叫做空間前照的驗證 再回到電離層 希望能夠提高準確的預測地震 我們的限制跟障礙 現在在哪裡 其實我們有 就是它的障礙 基本上一個就是 你要去跟全球做比對 你必須有一個地方 在獨獨就在你這個地方出現 那全球呢 涵蓋的面積非常非常 比較台灣的角度來講 是非常大的一塊區域 是的 所以要這個障礙 目前的障礙就是 我要需要有人造衛星同步去觀測 那福衛五號寫 以現在的角度來講 它兩天才來過一次 而且來的時候 都只有晚上來 那也就是說 它在其他時間 有一天裡面有多少時間 基本上是沒有資料 那當然這個突破性 是有別的辦法 別的手段 剛剛講就是用全球的 全電子含量 那我們也成功開發這些結果 但是同樣的一個問題就是 還有需要做大量的統計去學習 因為每一個地方的地震的 這個所謂的前兆 都不一樣 在台灣是基本上 比較多的是在大地震的濃度 的減少 但是在日本的話 它卻是大地震前大概一到三天 它會有非常異常的增加 是 所以也有很多 剛剛那個氣象局有提到 就是說 有非常多的因素 也都是它的機會 當然你說十二Percent 百分十二 它還是有相當成 我們是希望能夠提高這個 所以它最大的困難 其實是時間的解析度 跟空間解析度 另外一個就是相關的物理機制 必須要知道 因為茫然的就像 就是憑經驗去報 我想這錯誤 覺得是沒有辦法 但是恐怕也需要各國的衛星 一起把資料去做統整 其實您提到 這非常正確 因為在大概將近五年前 回到十年前 法國的叫做Demita 那個人造衛星 他們就有非常專門設計 來看地震前照 那撫衛五號是意外的之下 有一部分的儀器 跟這個法國的衛星是類似 所以引述了它的方式去做 那其實中國跟義大利 目前剛剛在三個禮拜前 放了一顆到上面去 它接下來還是在二零二年 還要再放一顆 二零二五年還要再放一顆 其實人類科學家 想要去了解這物理關係 你沒有辦法了解到物理關係的話 就沒有可能 不了解前照 這個前照如果沒有相當有 是叫做非常有credible 可以相信 是可以確確的 才有辦法進行所謂的地震預測 因為你的之前它有沒有什麼關係 如果都搞不清楚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做科學家 身為一個做這個相關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們盡量避免犯錯 是 那我們剛剛也看到了 長期的 我們知道它的潛勢 那當然我們是要做準備 所以把建築物各方面 在段子上不應該建房子 應該做的 這是最直接 你最有把握的 那剛剛我們大概就想說 這預警很短的時間 那我們能夠像比較高精密的這些工廠 這些高鐵 這個就是說不要在遠地 我們沒有機會可以救的 我們也盡量救 是 另外一個大家都很 一個很大的期望 但是有非常困難的 你給我幾個小時吧 幾天吧 對不對 那老百姓在期待 但是這些東西都必須要有非常嚴謹的科學 目前我們確實有進展 但是你要說一發現地震層變稀薄了 你就說要地震 這個言之過早 對 完全正確 連劉老師都不敢這樣講 就不會有任何人有資格說 幾天後要地震 不是只有我這樣 全世界的科學家 都是期望這件事情的發生 但是大家都精進業 所以各國都在發人造衛星去努力 那也提出相當長遠的計畫 去把這件事情解開 我們至少在科學上 已經得到很重要的一些資訊 就是包括您的這種所謂的斷層 再發生大地震的這個機率 政府民間一定要去做長久的減災 或者是公安的這些 去做一些改變 然後林老師這個PPO 其實這個沒有爭議了 他唯一的就是說 能夠再減少時間 以及更普遍的讓更多人拿到 這樣的一個預警系統 劉老師這部分可能障礙就很多了 但是有很大很大的進步 可是再回到馬老師這一塊 除了說您已經告訴大家說 這些臺灣的這些斷層 接下來發生規模級以上的機率 是多少之外 政府現在是很保守的 政府對很多資訊都不敢講 儘管有 那什麼是該講 講了之後不會造成恐慌 但是很有意義的 事實上我們在二零一五年底 在科技部開這個記者會 對我們政府來講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確實第一次公佈這個時候 大家非常緊張的是說 馬老師你公佈這個會影響房價 然後呢會造成恐慌 我就說影響房價那不關我的事 民眾有知的權利 造成恐慌這一句我不承認 我覺得它不是造成恐慌 它是要叫民眾如何正視風險 但是我後來發現 最不敢正視風險的是政府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跟政府溝通 那我必須說這兩年下來已經進步很多了 包括剛剛主持人提到行政院等等 確實我們事實上是在一兩個月前 跟行政院報告相關的這些工作 那開始跟內政部已經建署 其實在花蓮地震之前 因為美濃地震 我們是在二零一五年底公佈這張圖 然後我們再講西南部地區非常高 美濃地震是發生在二零一六年的二月六號 所以是我們公佈兩三個月之後 美濃地震發生了 那所以當時就開始稍微正式的去面對這個 潛視圖 但是一樣還是有很多障礙 包括剛剛講的建築方面 你要做所有的法規的更動 那事實上是一連串的新的法規 但是我一直在補充是 美國跟日本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台灣會做不到呢 但慢慢地現在台灣也上來 那做這個潛視圖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是 地震源潛視 例如說可能某個斷層 假設了 就是說 剛剛講的米倫斷層 它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如果我們事先就知道說米倫斷層如果動的話 它對花蓮市的影響是如何 那我們就可以把一些比較敏感的建築物 甚至產業跟企業就有個非常好的準備 所以這張圖 除了剛剛講的防災政府的使用之外 還有產業跟企業的風險管理 因為一個大地震發生之後 假設科學園區或其他產業 它可能會中斷 但是它如何讓它很快地恢復 這是所謂的企業的回復力 因為它這樣子對整個台灣的經濟影響 也會降低 因為想像一個規模7的地震 像9月1季地震 台灣的一些經濟損失其實很大 如果它可以三天之內就回復 經濟損失就降低 所以我們可以做這方面的演練 例如說中週構造 它的機率相當地高 是 我可以算出中週構造 如果動的話 它在南科中科附近相對的衝擊是多少 是 那我們就可以有準備 例如說 可能某個地方它的衝擊比較高 但是有一些鹽物料可能 可能可以從哪邊調過來 是 或者是關鍵基礎設施 是 大家還記得921 我們的年紀大家都還記得 現在跟高中演講 高中都不記得有921這件事情 因為它還沒有出生 是 921地震的時候停電 它還沒有出生 因為我們 中梁那邊一個電塔倒了 這是關鍵基礎設施 是 我們如何讓關鍵基礎設施 在一個規模7的地震發生的時候 它不會倒 它不會倒 對 所以這張圖的很多的意義是 在這張整個圖的後面的 包括現在這外面的外海 就沒有畫 花蓮外海就是米倫在往外這邊 一個規模8的地震 是 它如果規模8的地震的時候 它對台灣的整個影響是如何 這都可以先去研練的 在哪裡 規模8的 我可以站起來嗎 你可能想 因為有別線 沒有問題 大概是在這個區 在這裡有一個外海的斷層 對 銀墨帶 也不能叫斷層 是銀墨帶 就是板塊 大家都知道說 菲律賓海板塊 跟歐亞大陸板塊的碰撞 那邊米倫斷層的外面 這一條就是 菲律賓海板塊跟歐亞大陸板塊 碰撞的邊界 所以那邊地震才會很多 是 二月四號不是就開始 一群的群震嗎 就是跟那個是有關的 是 所以這方面的演練 其實剛剛林老師那個地震預警 花蓮八點零類似 這樣的地震發生 對臺北市的影響 這預警就非常非常重要 是的 因為它可以有十幾秒的時間 是 而且花蓮外海地震 臺北市都會咬得特別的嚴重 因為它是盆地 盆地的構造 所以這方面的訊息 都可以根據這張圖 我們可以選出哪幾個是 敏感的斷層 然後做這樣子的演練 是的 也可以做這樣的教育 透露非常非常多的重要的資訊 包括說最大規模的 這個所謂的瑞士規模震度 是多少 你可以從六切 從六點五切 或是從七切 那就是看政府的資源有多少 然後機率呢 你可以從十 從二十 從三十切 那就是看你的政策 但是你總得切 包括說斷層發生 規模多大以上的這個機率是多少 上面有什麼樣 你絕對無法承受的這些損失 是 你該怎麼補強 對 如果說其他的地方 你又該做什麼 這個是在科學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關鍵 地震的預測 當然是有機可循 可是在科學上 現在還沒有辦法達到非常高的機率 也希望未來台灣 在這麼多科學家的努力之下 我們有非常重要的進展 謝謝你們收看 十年前 台大機械系教授鄭榮和 率領學生親手打造太陽能車 遠赴澳洲參加世界大賽 那時候想法就很簡單 就是你一輩子根本不肯有這個機會 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就做了 當時的車隊成員 如今已在產業上發光發熱 有人進入Gogoro動力馬達研發團隊 還有人到保時捷設計車輛馬達 那時候我們覺得是一個美好的時代 就是老師過出你們這一條學的時候 為了這樣子 I have a dream You can follow me 十年來他們堅持傳承轉變 理想繼續燃燒 夢想依舊無限 週五晚間十點 公視主題之夜 夢想續航 奇蹟男孩 融獲教育部中小學新生閱讀學書 述說一個平凡天生缺陷的男孩 如何接納自己克服萬難 勇敢長大的不凡故事 他的出現如何奇蹟似的 改變了所有人的一生 捐壞一千元 獲得奇蹟男孩書一本 詳情克掃描 QR Code 公視網站 或播02-2633-2000轉9 公視家 現場收看精彩不間斷 時間自由選 地點不極限 網路影音串流 讓你娛樂隨時有 公視家戲劇系列 我要做給你聽聽聽聽 現場只有我們兩個醫師 怎麼樣做不做 熱門跟播經典重現 最強悍的追劇神器 公視家紀錄片系列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觀點獨立 一體跨界 最多樣的紀錄片平台 公視家兒少系列 好 這樣 智慧這十個能量 有沒有比較穩定了呢 嗯 有比以前好 輕鬆學習 多元思辨 欲教於樂的兒少天地 公視家4K超高畫質系列 4K經驗 好事無限 最超值的家庭劇院 馬上搜尋 公視家 最終人的天地 最終人的天地 公視家庭劇院 公視家庭劇院 公視家庭劇院